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一号目相同 这款Shuttle Gold的顶部采用的也是碳纤维材料 尤其只有一个金色的天牛角状的瞄准logo作为装饰 往下看 这只一号目的干面似乎更加神奇了 从官方那了解到 整块干面区域在机球时都会像平板一样平行移动 也就是说 甜蜜点变成了甜蜜面 可可答 这款一号目的底部出奇的对称 简直是强迫症患者的福音 金色的Gold的标志从中间穿过 而Shuttle和Maruma则位居左右 就像是在跪拜出行的帝王一般 画面感太足了 这只Driver的干面角是10.5度 并且套管不可调节 想要使用9度的同款球杆 岂不是要再买一只 日本的球具厂商 抹然心机身呢 干身采用的是Fubuki SG200代工干身 长45.25寸 S硬度 中折点 重57克 握把则是Golf Prime New Decade Maruma的定时版 最后还是让我们拿成绩来说话吧 开始进入测试环节 OK 看了这么多帅气的产品特写 我现在用10颗TELUS PRO V1 火领放在280码 开始测试这只Maruma全新推出的Shuttle Go 1号目 10.5度的干面 没有套管上面的调节 可以直接开始了 Let's go 我发现这一干其实打低了一点 特别稳 特别去 落点都一样 很像找到Fu了喔 Pretty good Go 你看 都是 都在一起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 毕竟不是追求距离的一号目 Lot Shot 笔子笔子的 OK 石干打完 现在看一下Maruma Shuttle Go的石干数据吧 浅蓝色的区间标志出我过去半年统计下来的平均数值 灰色的线条代表刚刚10次击打下来的平均数据 干头速度和球速分别是105.1和155.7英里 速度还可以 不像之前Majesty提升的那么夸张 起飞角17.3度 倒旋4343 最高点49码 似乎是为了照顾新手 这支一号目打出的起飞角和倒旋都稍微偏高了 飞行距离和总距离分别是239码和252码 看来黑科技依旧拯救不了距离的问题 外观 4分 碳纤维的外观一如既往的完美 日本的干头现在也慢慢变得欧美疯了 不再像以往那样夸张 手感 4分 钻造的干面果然不是盖的 打击感极强 击球后对手掌的反馈也不错 容错率 5分 由于高倒旋的原因特别容易把球打起来 并且球路惊人的稳定 简直就是小李飞刀一刀锋猴啊 距离 1分 只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这款收偷够的高倒旋虽然把容错提高到了顶峰 但随之而来的是降到谷顶的距离 声音 4分 保持了日本球剧对声音的追求 而且这支一号目主打年轻向的球友 光从声音上听还是能吸引不少人的 我们搜寻了天猫和京东的销售商店 发现这支Shorto Gold的价格在6100元左右 大部分新手可能不会选择花这么多钱 买一支入门级别的一号目 但是它的容错率却是相当的好 这等于给你的开球买了份保险 你不用太过担心自己的球路会过于偏航 所以性价比能给到3分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一定会代替Kim回复你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转发 Alright guys that's all up by bwd6 by bwd6